中国历史上的三无朝代,无人敢写,无人敢拍,甚至无人讨论,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之称,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很多王朝,每个王朝都有无数的故事和传说,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素材库,后人们用这些素材改编了无数的诗歌,名著,在近代还拍摄了无数影视作品, 但是在我国的历史上,有这样三个朝代,从来都没有被拍成电视剧,也没人写故事,你知道是哪三个朝代吗? 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,第一档属于号称乱成一锅舟的五代十国时期, 五代十国,907年至979年,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,这一称为出自新五代史, 是对五代907年至960年,与十国902年至979年,二的合称,五代是指唐朝灭亡后依次定都于中原地区的五个政权, 即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和后周,唐天佑四年,907年,两王朱皇接受唐哀帝善让,建立后梁, 顶都开封府,五代十国开始,其间定南军,逐渐形成后来的西夏,逐渐独立,而靖海军,交旨,开始脱离中央统治, 后周显得七年,960年,赵匡印发动陈桥兵变,黄袍加深,接受周公帝善让,建立北宋, 五代结束,在唐末,五代及宋处,中原地区之外存在过阳吴,节宴等许多割据政权,其中前属,后属,南吴,阳吴,南唐,吴越,命国,南楚,马楚,南汉,南平,京南,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, 北新五代史,即后是史学家统称十国,北宋建立后,先后统一了尚存的南平,五平,后属,南汉,南唐,平海军,吴越,北汉等地方割据政权, 形成了与契丹,聊,对峙的局面,这段时间算是中原最乱的时候,出现了太多的势力,互相征伐,民不聊生, 这个时期光皇上就有数十位,还不算那些割据一方的武将,这些人之间还有很广泛的牵扯,如果只是单独拿出一个小势力来描述, 既不能展现这个时期的全部面貌,故事性也很低,而如果想要将这个事情完全的展现出来,又非常的难, 而且这个时期很多的负能量,基本上都是一些将军叛乱,大臣谋反之类,对于统治者而言,并不是什么好的榜样, 这个时期光皇上就有数十位,还不算那些割据一方的武将,这些人之间还有很广泛的牵扯, 如果只是单独拿出一个小势力来描述,既不能展现这个时期的全部面貌,故事性也很低, 而如果想要将这个事情完全的展现出来,又非常的难,而且这个时期很多的负能量, 基本上都是一些将军叛乱,大臣谋反之类,不是很适合拍摄成电视剧, 第二要数神经病时期魏晋南北朝,所谓的魏晋南北朝, 它是几个朝代统称的复合词,虽然只有五个字,但其中所包括的朝代或国家, 可以多达几十个,从魏晋南北朝一次开始,魏指的是三国里的曹魏, 由于曹魏受害时善让,在三国时代及后世被肯定为中原王朝, 而属五两国为该时代的附属割据王国,所以魏为正统,可以称为魏朝, 而晋主要指的是三国灭亡后,由司马氏所建上的西晋王朝, 与后来割据在南方的半地江山东晋王朝,此时北方是五湖十六国时代, 南北朝则指晋朝正式灭亡后,南北对峙形成的几个朝代, 南方包括宋、启、梁、陈四朝,北方则有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, 直到隋朝建立,统一中国南北方后,自南朝臣灭亡后, 长达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才算正式结束, 除了魏晋南北朝一次外,也有以六朝来指称这个时期的用法, 六朝指的是孙吴、东晋、宋、启、梁、陈, 这几个朝代的时间基本上与魏晋南北朝相当, 它的特点是这六个朝代都立国于江东地区, 而且国都都在建康,或称建业、建业即南京。 三国末年,魏国建国不久就被司马家族给取代, 建立了晋朝,随着北方的少数民族侵略中原, 开始了一场混战,每每看到这个时期的历史, 就觉得头疼,因为各种小朝廷太多, 而且还涉及到胡人, 所以会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故事乱入进来, 想要技术描写这段故事,光历史背景就得研究半年, 读者或者观众还未必能看懂, 整个时期以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为主, 从未至随,这三百多年的时间中产生了三十多个政权, 而且这一时期同样充满了暴力和杀戮, 有太多黑暗的地方,什么司马家篡位, 还有荒淫无度的北极皇帝, 按咱们现代人的角度,这些是万万不能走上荧幕的, 就算搬上来,由于审查严格, 也是很难过得去的, 三国末年,魏国建国不久就被司马家族给取代, 建立了晋朝,随着北方的少数民族侵略中原, 开始了一场混战, 每每看到这个时期的历史就觉得头疼, 因为各种小朝廷太多, 而且还涉及到胡人, 所以会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故事乱入进来, 想要技术描写这段故事, 光历史背景就得研究半年, 读者或者观众还未必能看懂, 第三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元朝了, 元朝1271年至1368年, 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, 统治者为蒙古贝尔纸金氏, 传武士十一帝, 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, 始为162年, 从忽必列定国号元开始, 历史98年, 元朝退出中原后的北原政权一直持续到1402年,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, 建立大蒙古国, 先后攻灭西辽, 西夏, 花辣子摩, 金朝等政权, 蒙哥汉去世后, 引发了阿里布哥与忽必列的捍卫之争, 促使大蒙古国分裂, 1260年忽必列即位称帝, 建元中统, 定都开平府, 上都, 1271年忽必列取已经打在前元之一改国号为大元, 次年定都大都, 1279年彻底灭亡南宋流亡政权, 结束了自唐末以来长期的分裂局面, 之后元朝持续对外扩张, 进攻日本, 缅甸, 越南, 找阿等, 但均遭失败, 元朝中期皇位继承紊乱, 政变频繁, 政治始终未上正轨, 而且汉化迟滞, 发展不前, 后期政治腐败, 全臣干政,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加剧, 导致元末农民起义, 1368年, 朱元璋建立明朝, 随后北伐驱逐元亭攻占大都, 此后元亭退居末北, 史称北元, 1402年, 元臣鬼力赤篡夺政权建立达达, 北元灭亡, 元朝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, 将于超越历代, 元朝废除上书省和门下省, 保留中书省与书密院, 御史台分掌政, 军, 监察三权, 地方实行行省制度, 开中国行省制度之先河, 元朝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较繁荣, 与各国外交往来频繁, 在文化方面, 出现了元曲等文化形式, 更加世俗化,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朝代, 不得不说元朝还是很强的, 领土横跨欧亚大陆, 不过这个朝代和清朝一样, 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建立的朝代, 这个朝代比较血腥, 他们干的最多的事就是占领城池, 然后屠城, 所以会给观众带来不安, 而且元朝存在的时间太短了, 大部分时间都在打仗, 甚至在西方人眼里, 这是一场惶惑, 提起蒙古铁骑就是一场噩梦, 此外, 第三个时期跟前面两个正好相反, 这个时期的记载简直是太详细, 太丰富了, 所以才没有被搬上电视剧, 这个要属历史上最出名的魏锦南北朝时期了, 为什么出名呢? 因为这个世界的皇帝大多有特殊的癖好, 首先就是司马家篡位, 然后我们所熟知的, 还有沉迷酒色到一种境界的北极皇帝, 都是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, 这样的镜头怎么能上到屏幕上呢? 因此被称为无上过电视, 而且这样的思想太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, 这样的皇帝也无法演绎, 如果尊重历史的话, 可能这样的东西就无法搬上台面, 也为各种的原因, 这三个时代的作品都很少, 他们就成了三末朝代, 故事没人写, 影视没人派, 甚至讨论他们的人都很少, 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三个最黑暗的时代, 所以总结下来, 为什么这几个朝代记载的历史很少, 或者是很少被搬到屏幕上, 就是因为他们太过于乱, 或者是不被别人承认, 哎, 想想真是可怜, 就这样变成了三无朝代, 无人讨论, 无人敢写, 无上过点是, 这个清朝可以说是非常红了, 就连皇帝都有很多人养过, 可是这些个朝代竟无人垂青, 我们参加来的一个好方便,